欧阳娜娜和工作室分别发声 我为我身为中国人 骄傲请停止恶意揣测欧阳娜娜工作室 发声明欧阳娜娜本人 回应北京台播报新闻 将欧阳娜娜用红色遮盖 3月21日下午 欧阳娜娜工作室发布声明称 欧阳娜娜坚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并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表示请网友 停止对欧阳娜娜女士的恶意揣测 并停止传播不实信息 95后四小花旦合影中 欧阳娜娜被裁剪马赛克一事 备受网友热议 当日晚间 欧阳娜娜在本人社交平台 回应此事称 作为一个在海外的留学生 常会被问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hina 这是我的回答 我从小和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关系好 我是听着四川话长大的 他们说人不管到哪里 都要记住自己的根 我为我身为中国人骄傲 我永远记得 我的祖籍是江西吉安 永远记着 在老家族谱上 看到自己的名字时的那份感动 工作室 声明原文 严正声明欧阳娜娜女士 已经年满18岁 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意志 目前她以学生身份 在海外求学 欧阳娜娜女士 于2019年元旦期间 曾与母亲一同回到 江西吉安老家记组 她一直坚定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并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尽请各大网络平台及用户 停止对欧阳娜娜女士的恶意揣测 并停止传播不实信息 特此声明 稍晚该内容 同步欧阳娜娜的社交 账号Facebook和Instagram 内容与微博一致 欧阳娜娜Fp 欧阳娜娜ins 今日欧阳龙 昔日言论被网游起底 导致欧阳娜娜 无端被贴台独标签 她所属工作室 也在微博发出严正声明 欧阳娜娜女士 已经年满18岁 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意志 目前她以学生身份 在海外求学 欧阳娜娜女士 于2019年元旦期间 曾与母亲一同回到 江西吉安老家记组 她一直坚定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并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尽请各大网络平台及使用者 停止对欧阳娜娜女士的恶意揣测 并停止传播不实资讯 据报道 欧阳龙得知 女儿处境 在电话中直言 见鬼了 称全台湾 都不会相信 她是台独 且自己 又是国民党发言人 国民党一路走来的基调 就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若这样 还被扣帽子 相当滑稽 欧阳娜娜娜与父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